他去医院看病 陪同的室友却拉着他跑出医院 为了治病 他先后给室友六十多万元买药 他到底得了什么病 室友帮他买药的背后是否另有眼睛 好姐妹设了局 即将夺庭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本期的法律讲堂 这天下午四点多钟 我国南方某县城暴雨如注 在一家小医院里 刘晓洪独自一人坐在医院的长椅上 焦虑地向走廊的镜头张望着 她的好姐妹李兰帮他去检查报告去了 刘晓洪等了好一会之后 看到李兰从走廊的最深处神色慌张地跑了过来 李兰跑到刘晓洪身边时 很命地把坐在长椅上的刘晓洪拽了起来 赶紧跑 医生要抓你 刘晓洪还没回过神来 就被李兰拽着 冲进了瓢泼大雨之中 跑出了医院 奇怪了 这个刘晓洪到底得了什么病啊 医生为什么要抓他呢 咱们今天的案例 就从刘晓洪是如何染病的开始说起 刘晓洪出生在我国南方 一个贫穷的小村庄 他学习成绩不好 家里呢又重男轻女 初中毕业后就惊人介绍 到县城里的一家仿制厂打工去了 工厂在厂区外的居民区 租了房子给职工做宿舍 他和同事李兰被分配到了同一个房间 这个李兰呢 比刘晓洪大个几岁 出来打工也有几年了 比起刚进城的刘晓洪来说 社会经验也算是有一些了 再加上两人还是同乡 在一起也挺投缘的 所以啊 无论是生活上还是工作上 刘晓洪要是碰上个什么事啊 也会问问李兰 刘晓洪开始工作后不久 就在网上与一个社会小青年 王亮认识了 王亮长得不错 而且那种皮皮坏坏 凡事都会为自己出头的模样 在刘晓洪的心中那也是酷得很 男友情女友义 两人谈起了恋爱 王亮还提议 让刘晓洪从职工宿舍搬出来 两个人共同生活 刘晓洪有些犹豫 同寝室的李兰也劝说他 那个王亮啊 没什么正经工作 看着就有些不靠谱 让他呢 别搬出去了 面对男友提出同居的刘晓洪 左右为难 一来他想摆脱室友李兰 因为他不但好吃懒做 还喜欢打麻将 一输钱就找自己借钱 二来男友王亮每天缠着他 要他搬出来住 最终刘晓洪经不住男友的软磨硬泡 跟男友住在了一起 同居几个月后 刘晓洪发现自己怀孕了 当时刚二十岁的他 虽没做好心理准备 却也难以喜悦 刘晓洪第一时间 将他怀孕的消息 告诉了王亮 可是王亮的面色 却不太好看 刘晓洪希望王亮 能尽快跟家里说说这事 两人呢 赶紧地把这婚给结了 可王亮却支支吾吾的 一会儿说 家里人保守 不能接受未婚先孕 一会儿又说 自己没钱 没法给刘晓洪好的生活 当夜 两人各怀心事 背对背地睡下了 刘晓洪怀孕之后 不仅孕吐严重 还常常试睡 王亮让他请假 在家里好好休息 这天白天 他在睡梦中 似乎听到房间里有些声音 但是强烈的困意 让刘晓洪睁不开眼睛 他没去理睬 翻个身 继续睡 当天夜里 过了王亮平常回家的点 刘晓洪还没有发现 王亮的身影 而且他还发现 家里一件 王亮的衣服都没了 打王亮的电话 电话关机了 电话可是自己和王亮之间 唯一的联系方式 自己甚至都弄不清 王亮到底在哪里上班 这可怎么办 王亮是不是出了什么事情 又或者是王亮为了逃避责任 丢下他和腹中的孩子跑了吗 此后几天 刘晓洪去了王亮 经常去的网吧宵夜滩 但都没有找到王亮 他又给王亮的几个朋友打电话 他们也说不清楚王亮的下落 甚至还有一个 王亮经常玩在一起的哥们 稀露地说 王亮那么帅 女朋友一大把 你呀自求多福吧 这时刘晓洪才恍然大悟 王亮是真的不要他和孩子了 绝望的刘晓洪走在马路上 看着车来车往 他不知道自己的未来 该何去何从 幸好刚吃完宵夜 准备回宿舍的李兰碰上了他 不停地帮他擦着眼泪 还问他是否遇到了什么难事 李兰陪着刘晓洪回到出租屋 刘晓洪说出了自己的遭遇 李兰劝刘晓洪说 我呀老早就跟你说过 那个王亮靠不住 就是看你年轻漂亮 找你玩玩的 人家呀根本就没有想过 成家立业 还要潇洒的混日子呢 你这又要结婚 又要生孩子的他肯定是脚底抹油 溜了呀 我跟你说啊 眼下最重要的事就是把孩子拿掉 孩子一生下来就是个脱油瓶 以后谁愿意娶你呀 涉事不深的刘晓洪遇到了这样的事情 真是不知道如何是好 这个李兰比自己大个五六岁 在社会上摸爬滚大的时间 比自己要长些 刘晓洪觉得 李兰的话颇有些道理 但她还是想问问老家父母的意见 可李兰却说 你父母年纪都那么大了 老早就和这个社会脱节了 你问他们有什么用啊 而且这种丢人的事 还是自己处理干净 别让太多的人知道的好 刘晓洪越发地觉得 李兰说得对 决定照李兰的话做 刘晓洪打掉孩子后 又遇上另一件糟心的事 这时室友李兰却异常热心地 帮她寻医问药 刘晓洪到底得了什么难治的病 室友李兰是在真心帮助她吗 三天后 刘晓洪跟着李兰来到了一家私人诊所 做了流产手术 事后 刘晓洪在李兰的搀扶下 回到出租屋休息 为了感谢李兰 刘晓洪拿出几百块钱作为跑腿费 李兰呢 也没客气 直接收下了 其实啊 在这些事情发生之前 刘晓洪并不喜欢李兰 这个李兰适度 总爱贪小便宜 听人说啊 还经常趁着主管不注意 把单位的小物件 倒动出去赚点钱 可不是什么光明磊落之人 但不管怎么说 这段时间在自己最无助的时候 李兰对自己啊 还是不错的 李兰乐呵呵地收下钱之后说 你啊 也不用跟我这么客气 咱俩都是孤身一人漂泊一箱 还同样是育人不熟 李兰说 自己长期受到丈夫的家暴 不得已才从家里逃了出来 靠着打工养活自己 这一夜 两个女人坐在一起 彻夜长谈 相互安慰 李兰提出 今后二人姐妹相称 互帮互助时 刘晓洪点头同意了 一个月后 刘晓洪回到工厂继续工作 可是没过几天 她就觉得浑身不舒服 身上起了好些红疹子 还发起了高烧 恰巧这两天 李兰说要回趟老家 刘晓洪呢 本想自己在药店里 买些药吃 休息几天 也许就好了 但两天过去了 这病情并不见好转 无奈之下 刘晓洪等到李兰从老家回来 就拉着她陪着自己 一同去了县里的医院 这天下午 刘晓洪和好姐妹李兰 一起去了医院 刘晓洪拿着单子 又是咽血 又是咽尿 还照了X光 这些检查项目 她从来没有做过 她感到陌生又害怕 做完检查后 医生让他们坐着 等检查结果 刘晓洪紧紧地 转着李兰的手 有些紧张 李兰轻轻地 拍了拍她的手说 别怕 我帮你去报告 不会有事了 刘晓洪点点头 可是 让刘晓洪 怎么都想不到的事 刘晓洪左顾右盼 竟然看到李兰 慌慌张张地 跑了过来 一边说着医生要抓她 一边把刘晓洪 从凳子上拽起来 匆匆忙忙地 跑出了医院 赶回宿舍 也就出现了 节目开头 我们所说的那一幕 一路上 刘晓洪不安地追问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李兰吞吞吐吐地说 到了宿舍再说 外面说不方便 这让刘晓洪更加恐慌 回到住所的刘晓洪 迫不及待地询问室友李兰 自己到底得了什么病 当李兰将医生的诊断 告诉刘晓洪时 刘晓洪却不敢相信 这时李兰又拿出手机 帮小红查询起来 那么刘晓洪 能查出自己得了什么病吗 原来刚刚李兰去拿化验单的时候 听到两个护士 在一旁小声议论说 有个叫刘晓洪的患者 可能得了某种传染病 这种病传染性很强 可以通过血液 性行为等渠道传播 如果一旦确诊 就需要被抓起来隔离治疗了 李兰说 自己被护士的话吓得不轻 要知道 在这个小县城 人们非常鄙视 得了这种传染病的患者 得这种病的人 那可是要被唾沫星子给淹死的 而且大家避之还唯恐不及呢 她生怕自己的好姐妹刘晓洪 被医院抓起来隔离治疗 所以赶紧拉着刘晓洪 离开了医院 刘晓洪听完李兰的一席话 感到头皮阵阵发麻 身体好像更不舒服了 身上的红疹子 好像更痒了 她颤抖着扶床坐下 李兰拿出手机 从网上搜了些 有关这个传染病的资料 给刘晓洪看 网上说的病情 跟刘晓洪的症状 真的很像 像是身上起疹子 持续发热 关节疼痛 淋巴结肿大 体虚 倒汗 以及一些妇科疾病 这些症状 刘晓洪都有 刘晓洪想起来 之前自己的男朋友 王亮的体质也不好 动不动的就头疼脑热的 身上也经常会起红疹子 难道他是被王亮传染的吗 为什么上天对他如此不公 让他遭遇了这么多的不幸 室友李兰告诉刘晓洪 因流产感染上传染病 这让刘晓洪在线恐惧和无助之中 他没想到 男友的背叛已经让他身心受伤 现在又因流产感染传染病 又将他推向死亡的边缘 此时的刘晓洪身边唯一能信任的人 也只有室友李兰 那么他的室友李兰 会真心帮他吗 李兰轻轻地拍着刘晓洪的背 一边安慰他一边说 他认识个医生 有偏方能治好这个病 刘晓洪抬起头 充满期待地看着李兰 李兰说 他老家有个医生 有独门秘方包治百病 只是这个药不便宜 一瓶药要三五百块钱 而且要常年用药 刘晓洪一直对李兰很是信任 他先拿出一千块给李兰 说先买两瓶试试 多出来的钱让李兰当路费了 李兰爽快地答应了 第二天李兰就出发回了老家 之后便带了两瓶药回来 这药丸黑乎乎的 一次得吃好几粒 刘晓洪深知良药苦口 硬着头皮吃了下去 一个月过去了 刘晓洪将李兰带来的两瓶药 都吃完了 妇科病好像也没见好 身上的红疹子 好像还越来越严重了 为了不被人发现 自己得了传染病 刘晓洪经常是穿着 长裤长袖去上班 刘晓洪问李兰 这怎么回事啊 李兰说 治疗需要好几个疗程 这前期呢 都是让身体里的毒素 发出来排干净 后面呢 就会慢慢好起来的 刘晓洪想想 也有道理 继续托李兰帮她买药 又一段时间过去了 刘晓洪的病 时好时坏 李兰说 那就是有药效的表现啊 只是这种病毒啊 很难控制 还会变异 要不停地更换 更厉害的药 才能逐渐把病毒 全部消灭 可是 更好的药 就意味着 需要更多的钱 刘晓洪觉得 李兰说的有道理 现在啊 她需要吃更好的药 才能击败身体里的病毒 刘晓洪 把这几个月 攒下来的工资 全都给了李兰 让她去买更好的药回来 就这样 反复不断地 李兰的药 从几百块 涨到好几千一瓶 靠刘晓洪那点微博的工资 有些难以招架 这一天 李兰将几瓶药 给了刘晓洪之后 跟刘晓洪说 这是最后的几瓶药了 李兰说 她已经在医生那 赦账拿了好几瓶药 人家医生 是看她李兰的面子 才开的后门 现在 已经欠了人家好几千块 医生不同意再赦账 如果不把之前欠的钱还上 这药就得停 刘晓洪慌了 要是停药了 她会不会死啊 刘晓洪赶紧说 她会想办法弄到钱的 刘晓洪想起了 在市里的表姐 表姐从小跟她玩到大 现在呢 嫁了个好人家 家里算比较富 跟表姐这些钱 应该问题不大 刘晓洪找表姐借钱 竟意外得知 自己并非患上传染病 刘晓洪和表姐报警后 竟揭开了室友李兰的真面目 室友李兰为何要处心 几率骗刘晓洪 这起案件背后的真相 到底是什么 好姐妹设了局 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隔天 刘晓洪就请了假 坐车赶到市里找表姐 并向表姐提了借钱的事 表姐问她 这借钱用来做什么呢 刘晓洪一直支支吾吾的 就是不说这钱 是用来干什么的 这引起了表姐的警觉 在表姐的再三逼问下 刘晓洪才道出了实情 并要求表姐保密 表姐听完之后 总觉得这事有蹊跷 好端端的一个人 怎么会患上这种 难以启齿的传染病呢 表姐仔细地查看了 刘晓洪的症状之后 觉得刘晓洪的病情 并没有她说得那么严重 至于到底是不是得了病 还是去大医院 确诊一下为好 如果确诊 确实是得了病 自己这个当表姐的 也是愿意出钱 来帮助刘晓洪的 此时的刘晓洪身无分文 这么多年了 自己一直偷着买药治病 也没什么效果 眼下呀 也是走投无路了 而且表姐见多识广 分析的也貌似有道理 刘晓洪在表姐的陪伴下 在市里的医院 做了详细的检查 检查结果表明 刘晓洪根本没有染上 李兰所说的那种 恶性传染病 偶尔发烧是因为 身体抵抗力差 感冒导致的 皮肤上的红疹子 是因为她长期 在纺织厂里工作 粉尘过敏所致 至于妇科病 则与多年前的 那次流产有关 拿着市医院 出去的检验报告 刘晓洪长久以来 绷进的神经 终于松了下来 自己原来根本就没有 得那种传染病啊 之前的阴霾一扫而空 她开心极了 这些年刘晓洪 为治病花了60多万元钱 当她得知自己 并没有得传染病时 她开始怀疑自己的病 到底是医院误诊 还是被好姐妹 李兰误传 然而这时 表姐却当机立断 直接拉着刘晓洪 去派出所报案 表姐跟警方说 李兰可能根本就是明知 刘晓洪没有患上传染病 却虚构了一个 刘晓洪患上 恶性传染病的事实 以帮助刘晓洪买药为由 骗取数十万元 用于自身挥霍 真相到底如何呢 自己的好姐妹李兰 真是个处心拘律 骗自己钱的大骗子吗 自己这么多年 都被蒙在鼓里吗 刘晓洪不愿意相信 却也希望警方能帮她 弄清事实的真相 几天后 警方在纺织厂的职工宿舍里 找到了李兰 李兰知道 纸是包不住货的 面对警方的询问 李兰和盘拖出了 她利用刘晓洪对自己的信任 欺骗刘晓洪 说她患上了传染病 并卖药给她 从中赚取药费差价的事实 李兰说 自己喜欢赌博 却十赌九输 这些年因为好赌 输了不少钱出去 那次她回老家探亲 几个老牌友就张罗着 和李兰搓搓麻将 乐呵乐呵 李兰抱着赢钱的想法去打牌 最后却败幸而回 陆续输了很多钱 探完亲回城的时候 写了好几张欠条给人家 李兰回到城里后 本想再从工厂里 偷点东西 拿出去倒卖 好还上赌债 却恰巧碰上了 刘晓红要做流产手术 李兰觉得 刘晓红的病情 跟村里一个 得了这种传染病 死去的人的症状很像 便想着 不如欺骗刘晓红 告诉刘晓红 她患上了某种恶性传染病 然后再想办法卖药给她 从中赚取差价 这样就有钱还赌债了 以刘晓红对她的信任 这事儿一定能成 果不其然 刘晓红真的相信了李兰的话 并托她买药 之后 李兰通过在药店里购买些消炎药 并以更换包装的方法 向刘晓红出售偏方神药赚取差价 刘晓红出于对李兰的信任 虽然觉得这个药效时好时坏 但跟网上找到的这种传染病的病情相比 自己的病情总体上看还是得到了遏制的 也就一而再再而三地相信了李兰 患病的刘晓红让深欠赌债的李兰找到了发财的好机会 她一帮刘晓红买药为由 从中赚取差价 不仅如此 她还不定期地抬高药价 直到刘晓红报案后 事情才得以败露 李兰被依法逮捕 那么李兰的行为将面临怎样的刑罚 不久后 检察院以李兰反诈骗罪 向人民法院提起了公诉 法庭上 这一对曾经的好姐们见面了 刘晓红愤怒不已 枉我真心诚意地把你当姐妹 你却把我当成了提款机 这么多年来 你处心积虑地骗我 说我患有恶性传染病 害得我过得像过节老鼠一样 为了所谓的治病 心力交瘁 你倒好 表面上装姐妹情深 说什么 替我从神医那里弄药 事实上 钱全都落进了你的口袋 你就是个大骗子 咱们再也不是姐妹了 李兰却认为 刘晓红的身体 本来就有些小毛小病 自己只不过是在药店里 买了药之后 又换个包装 或者撕掉包装 卖给刘晓红赚差价 这赚差价不够成犯罪吧 李兰的行为到底该如何认定呢 这里就要讲到今天的法律关键词 诈骗罪 诈骗罪是指 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用虚构事实 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 骗取数额较大的公司财务的行为 在本案中 刘晓红的所谓好姐妹李兰 以非法占有刘晓红的钱财为目的 虚构了刘晓红患有恶性传染病的事实 并使刘晓红信以为真 导致刘晓红按照李兰的要求 向李兰支付了本不应该支出的药费 骗取刘晓红的钱款达60万元 其行为已触犯了我国的刑事法律 构成诈骗罪 法院经过审理之后 根据李兰的犯罪事实 犯罪性质 情节 以及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 作出判决 李兰犯诈骗罪 数额特别巨大 依法判处有期徒刑 十年并处罚金 则令李兰退陪 从刘晓红处骗取的相关钱款 60万元 这个案子在当地 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案件宣判后不久 刘晓红的前男友王亮 辗转通过微信 与刘晓红联系上 王亮得知案件真相 后悔不已 他怎么都没有想到 自己当初不负责的一走了之 刘晓红做流产手术 引发的后遗症 会成为李兰 编造刘晓红 帮有恶性传染病的借口 面对前男友的悔过 刘晓红默默地挂了电话 王亮现在再来说后悔 已经来不及了 也没有必要了 你我二人 早在多年前 就已经是两条平行线 日后也再无交集 李兰在狱中 回想自己这些年来的 所作所为 追悔莫及 自己就是一个虚伪 贪财自私的人 起初自己爱占人家小便宜 还总是做些小偷小摸的勾当 已经不对了 后来他又对刘晓红虚伪示好 得到刘晓红的信任之后 编造谎言 骗取钱款 真是大错特错了 愧对那么信赖自己的刘晓红 不久后 刘晓红收到了李兰退回的部分赃款 她的心中也是百味杂陈 她很后悔 自己当初为何没有及时地到正规医院 接受治疗 而是汇集技衣 不仅延误了病情 还被所谓的好姐妹 骗取了巨额钱财 好姐妹之间 也要区分真情还是假意 姐妹之间 发自内心的关心 互帮互助 值得我们珍视珍惜 但是 若遇到了假借姐妹情义 利用彼此之间的信任 骗取钱财 或者图谋不轨的 则要多留个心眼 不能轻信他人的花言巧语 和片面之词 要认真小心求证 弄清楚事情的真相之后 再做出正确的决定 好 感谢您收看本期的法律讲堂 若您想了解更多的法律资讯 请关注本栏目公众号 下期再见 此手机接连收到信息 说丈夫在外欠了巨额债务 你丈夫借款四百万 如果不还 后果自负 丈夫痛哭承认欠债 未不牵连家庭 想出了一个计划 离婚后 房子归你 债务归我 咱这套房子也保住了 妻子同意假离婚 但离婚后发生的一切 却让他措手不及 丈夫欠了一笔债 下期播出